Hello 大家好 我是海忌 今天我來到上海浦東的機場 坐飛機回香港 之前疫情的時候 我都在這裡坐過飛機回香港 那時候全部的店舖都關掉了 沒有食店 現在開放了 店舖和餐廳都開放了 我記得進入後機室之後 其實吃東西的地方就很多 但有些不是很適合吃的 有康師傅的牛肉麵 但外面又不同 好像現在這間 咦 有一間清真餐廳 會問的清真餐廳 這一間松學樓的蘇式湯麵 有一間西餅店 有一間毛迪家黃金豬骨拉麵 日式拉麵 價錢都是七十多元一碗拉麵 在機場來說算是這樣的 然後聖閣店 我之前在紅橋機場吃那個 五分鐘吃的那個豬扒飯 日式吉利豬扒飯 當然不少奶茶 這裡除了這些吃麵 吃飯的店 如果你想吃KFC或者麥當勞 去樓下那層入境大堂 那就是有一間KFC 如果離境大堂沒有什麼 適合吃的 可以進去後機室看看 我現在進來後機室 找一下有什麼好吃的 它這個普通Terminal 2的機場 其實就沒有香港國際機場那麼複雜 因為它是分開了兩個Terminal 2 它這個登機就有很多是一直線的 香港就有很多智線的Y型 所以這裡上飛機就會比較簡單 一條直排的登機口 但是它也很遠的 所以如果要找一個自己登機的口 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去登機 臨上飛機前當然要買一些手信 胡蝶酥和老酸奶 大柏兔牛奶 和普餐廳 手沖咖啡 都是吃一些三文治 咖啡之類的 有啤酒 精釀啤酒 它也有餐吃的 有些簡餐 有些麵 有些湯包 蟹粉小紅包 三文治 然後樓上就是一些 航空公司的貴賓室 另外有一間湯師傅牛肉麵 簡單單吃過麵 也OK 還有一間T9 買茶 也有選餐吃 好了 走完一輪之後 其實想告訴大家 這個浦東機場T2 Terminal T2的後機室裡面 是沒有什麼吃的 原本樓上也有什麼 Burl King的店 現在全部在裝修中 全部沒有東西吃的 如果要吃熱的 只有一間Hope Hope的餐廳 剛才那間有Pizza 有麵 什麼都可以吃的 其實有啤酒喝 還有另外一間 就是康師傅牛肉麵 我現在唯有只可以選康師傅牛肉麵 嘗嘗嘗嘗嘗嘗嘗 一個餐大約70多元 一個麵 然後就包一杯飲料 還有兩個雞翼 環境就是這樣 好 好了 找到位置了 買了一個半斤半肉 包背汽水 還有兩隻新老二娘雞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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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麵到了 其實看起來是快餐 不要太高 麵的湯 聞起來都挺香牛肉的 但是就是油的 味道還不錯 反而我覺得很驚喜 就是牛肉很軟 牛肉很軟 嘗嘗嘗嘗嘗嘗 牛肉很軟 咬下去不需要很像 很快就散開了 但又不會很霉 嘗嘗嘗嘗嘗 這條牛肉很軟 大約有四塊 兩條牛肉 兩條筋 嘗嘗 尬盒 嘗嘗 嘗嘗 還有兩條牛肉 這個蛋白很硬 它的蛋白很硬 最後試麵 它的麵就是少許闊條的麵 當然一定不是拉麵 當然一定是拉麵 一定不是拉麵 都可以的 有咬口有勁度 不會太好吃 而不是難吃 說真的 其實一般 70多元在機場吃都沒辦法 另外試試它的雞翼 千萬不要期望過高 它說是新老二良的雞翼 變了色的雞翼 大家都知道味道如何 所以我覺得這個餐 最好吃的都是牛肉 其次是湯底也可以 麵也可以 在機場吃就 醬酒一下 我這個餐最穩定的是 它就是湯底 不要令我失望過 吃完麵 那就等相機了 有些朋友來上海玩 都會問我 究竟它應該選哪一個機場 如果未來過上海的朋友 好像以前 都不太好 究竟浦東機場 還是紅橋機場 哪個會好些 其實上海有兩個民用的國際機場 一個就是紅橋機場 另一個就是浦東機場 紅橋機場 比較近市區 雖然這兩個機場 有一個是遠一點 有一個是近一點 但是 你下機或者由市區去機場 都是很方便的 首先講一下 由浦東機場出市區的方法 很多人都會選擇搭機場巴士 這裡的線路覆蓋了很多地方 價錢大概由十幾至三十元左右 另外還可以坐地鐵 舉例由浦東機場去人民廣場站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直接坐2號線 經過18個站 這個方法 好處就是不需要轉車 價錢還很便宜 只需要7元就可以了 但是缺點就是時間比較長 需要一個小時多一點 另外如果想快一點 亦都可以選擇搭持浮列車 只需要37分鐘 就可以出到人民廣場了 但是缺點就是 中間要轉車 和價錢比較貴一點 由浦東機場出市區 大約42公里 在不失車的情況下 40多分鐘就到 現在這個價錢 就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因應天氣和交通情況 都會有不同的價錢 另外在紅橋機場出市區 就近很多了 大概30多分鐘就出去了 如果叫車出市區 都是大約20多分鐘就到 這個價錢 都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另外提提大家 這兩個機場 都有兩個線路 普通機場 如果你來坐了特朗路 都不怕 其實它裏面 有特朗路 你可以坐 在這個外面的 21號門 和26號門 都有特朗路 可以給你搭 所以就算你來坐了特朗路 1或者特朗路 都不怕 如果你選擇 在紅橋機場出發的話 你就要留意了 因為它兩個特朗路 是一條跑道的兩側 如果你去坐特朗路的話 你是需要一些時間 才可以去到的 希望這些資訊幫助大家 去選擇機場 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見